刑事局货报109年6月起陆续有民众发现银行账号存款遭不明扣款购买游戏点数 事后发现证件招人未造 申办人头门号进行电信代收扣款 隔空取物的犯罪手法相当特殊 那这案例我们发现其实我们的歹徒 透过所谓的假装假中奖的一些犯罪集团拿到个资 然后将这些个资去申请线上的门号 门号申请完之后因为门号跟银行账户 他之前已取的账号是一样的 那透过他用小电信付费的方式去买 所谓的Google跟Apple的点数 然后再将这些点数转由8个点数商来做诈骗洗钱 那民众在一个月后就会收到巨额的扣款金了 因而发现之后才向警方报案 警方查获张姓祖贤等8名嫌犯 主要透过假求职假中奖方式取得被害人的个资 再利用云端申办门号 并在线上购买游戏点数后变现 被害人数超过160人 损失高达新台币200多万元 经专案小组先查获张姓祖贤到案后 发现犯嫌取得被害人银行账号身份证等证件 然后以伪造证件上传各电信业者线上门市 由于业者仅审查身份证号及换发日期 自犯嫌顺利通过认证 经专案小组数月追查之下 顺利在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等地 弃捕共犯8人刀案 全案依法移送台湾40地方检察署侦办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听信来路不明的假求职 假中奖等情节 更不可擅自将个人证件、银行存责 提供给第三人 以免银行账号遭到盗用 记者综合报导